選舉年A 但是我們說誰要出來選呢 到底他是防疫指揮官 還是候選人呢 我已經搞得很混亂了 不曉得他自己心裡清不清楚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居家照護 兒童疫苗 親零共存 現在柯P說 戰略跟戰術沒有一致 雖然夠死命 叫做什麼四個字 自生自滅 侯友宜說 有時候不是政策一句話 底下盲帆 因為問題沒有解決 不是一句說我們與病毒共存就好了 問題沒有解決 我們的藥夠不夠 我們的醫院夠不夠 我們的確診者救護車夠不夠 我就問這一句 有沒有辦法及時的把 有需要的人送醫去治療 隔離病房夠不夠 負壓隔離病房夠不夠 還有那些確診者 他如果自己的負擔 錢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政府有沒有好好的想到 來 接下來 巧心說 陳時中以為說現在 共存數字很高 大家就不會在意 只要糊弄一下就過去了 有人罵就叫塔綠班去攻擊 派網軍出來嗎 在今天我們就看 應該說昨天 18號 這個雙北的確診 光是一天 770人 每一天數字都在新高 柯文哲現在人在隔離 他直言全台疫情本週會大亂 今天禮拜二 我們繼續看下去 侯友宜炮轟 疫情的海嘯還沒來 什麼意思 我們還沒到高峰 到了高峰才有拐點 拐點才會往下 我們現在連高峰都還沒到 我們的疫情狀況到底會蔓延到 什麼樣的狀況 看看國外 人家是與病毒共存 發現不行了 然後暫停 然後再來共存 再來暫停 我們有辦法這樣子嗎 新北快篩世紀已經不夠了 我認真說這是真的 我要去買 買不到 陳時中不是說 一定會讓我們買到嗎 蘇貞昌不是說 一定會讓我們買到嗎 柯文哲嗆中央 輕政的居家隔離 中央根本沒有訂好SOP 等於是中央說這一句話 政策交給 給地方去自生自滅 疫情大爆發 雙北確診不斷飆破新高 十八號北市新增兩百七十例 停客人數達到三點三萬人 新北市更一口氣就多了 五百人確診 居隔一萬四千多人 創世上新高 中央要與病毒共存 雙北市長狂嗆 疫情衝擊會很大 還不是含笑 絕對不是最高 拜塞數據的量 嚴重不足 預測是用來 用來行動的一個方針 那當然現在最重要 就是要趕快來做 陳時中 雖然兩位市長多做少說 但柯文哲泡紅 向情政居家照護 你中央根本沒給SOP 要地方怎麼做 那沒有規則就是我們就 現在是各地方政府 自謀生路你知道 你頭像牙齒居然過世面 自謀生路 自生自滅 一定會出問題 或者說一定會亂 首都首長被居家隔離 柯文哲透露自己睡主臥房 還把太太陳佩琪趕去睡客房 不少人調侃市長被居隔 這一日三餐 是不是全靠太太來餵養 北市也希望與病毒共存 但從中央到地方 沒任何人敢告訴百姓 共存之下有多少人得傷亡 付出的代價又有多少 記者正好報導 現在柯文哲還有副市長黃珊珊 他們不是在居隔離嗎 要隔離十天 四月二十四號凌晨才能夠解隔離 那現在台北市交通局證實了 有一名運輸資訊科人員 在十八號晚上做了PCR 快篩之後 他確診了 目前市政大樓六樓 北區進行軟性封鎖 再來聊天室裡頭 真的大家的回覆 我都有看 我們的李孟帆說 我覺得他不是時鐘 根本是鬧鐘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我們先來看一下 民進黨現在自己也瞧不定 台北市誰要出來選 陳時鐘 民進黨高層自己曝光的 陳時鐘某種程度已經在選了 你覺得呢 他說蔡英文不給林佳龍北市的選項 林佳龍想選台北 但是被誰卡呢 現在在佈局年底的縣市長選戰 台北市長的人選 民進黨國民黨都還沒有做出最後的決定 誰會是那個PK的最強棒呢 現在民進黨高層說一直鎖定 威夫部長陳時鐘批掛上陣 對於林佳龍也被點名 可能出戰台北市 綠營派系的操盤要角呢 向這個媒體透露說 其實民進黨內部有在談 但是呢好像蔡英文是有問林佳龍 談到年底布局有沒有意願 回台中再選一次呢 但是林佳龍已經明白的回答了 沒意願 這個是傳聞 蔡英文希望林佳龍拼台中 結果被拒絕了 又有一個傳聞呢 勸進派呼籲不要挑戰陳時鐘 鷹派擔憂疫情會拖垮綠營 好 現在呢有人說 陳時鐘看起來已經開始選了 但某種還沒開始選 但某種程度已經再選了 好 現在大家曝光了 有沒有可能民進黨先排的時間點 來自兩個時間 7月全代位之前 再來要嘛就是9月綠營的黨慶之前 我們就來關注一下 這兩個時間點 只是現在包含了 像是蔣萬安認為 防疫不應該參雜政治吧 去選舉 不要來當指揮官 只是很多人動作很快 綠營現在有很多參選人 已經來合照看板 跟誰合照 這個身分到底是防疫指揮官 還是台北市長的候選人 大家有很多的想法 你到底是要來管好我們的防疫 管好我們的疫苗的採購 還是你要去拚選站呢 現在衛福部買BNT疫苗 又說卡關 每一次交給中央買就是卡 交給中央買就是卡關 交給民間買都可以買到 然後民間企業還要自己付錢 拿我們納稅人的錢去買 都卡關 問號吧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專家跟家長就質疑 為什麼衛福部堅持美國輝瑞製造 美國輝瑞製造打了真的 就沒有副作用嗎 醫師蘇維碩就質疑 陳時中用小問題 結果害20萬5千多名 大班的幼兒沒有疫苗可以打 甚至也沒有顧及到 5歲以下疫苗 孩童的打疫苗權 這是為什麼 防止選票流失嗎 甚至想再進一步推高端嗎 還請屬下的食藥署 趕快通過莫德納兒童疫苗的 緊急授權來補破網 醫師江冠宇他就呼籲政府 應該要給兒童疫苗 我們要有選擇的權利 疫苗都買進來 你想打什麼品牌 讓家長讓醫師 自己去做決定去判斷 而不是現在我們就只有莫德納 搞得大家也沒得選 問題也很簡單 其實都是為了護航特定的 本土疫苗廠商 跟去年或者是過去一樣的理由 一樣的手法去設定一些不必要的限制 就是希望讓採購不要成功 或者至少拖延 那這樣本土疫苗在青少年 或者是兒童疫苗的緊急授權上面 如果能夠順利過關的話 當然就不會有市場競爭的問題 那當BNT疫苗進來之後 當然最大的受災戶就是高端疫苗的這個市場的競爭力就少掉很多 我想這個了相對照就知道陳時中為什麼要這麼做 他必須要是六足歲 也就是五歲到六歲 五足歲到六足歲的這個年齡層 目前是只有BNT取得 在世界上取得緊急授權 那我們就不禁要問疫情指揮中心 那你只通過了莫德納的兒童疫苗 而且是只有六足歲以上 那麼五歲到六歲 他事實上在這一次我們指揮中心已經要跟病毒共存的情況底下 就是年齡越小的小朋友 他事實上是暴露在更大的危險當中 那你們要怎麼辦 我覺得不應該為了一些商業的利益 更正式的考慮 請盡快的不要再用政治的黑手 介入BNT兒童疫苗的採購 好 希望大家都有疫苗可以打 聊天室裡頭很熱鬧 Chancecia說走鐘下台 Mio at水月水晴說很方便 許許如生俊只會搞選舉的爛檔 接下來我們要感謝一下我們的 等一下 到底要不要唸 製作人 製作人都給我跳來跳去 路過的LearFood 感謝你的斗內支持 然後製作人說 特別要點名一位網友 剛剛看到 來 各位 刷一排蔡蘿莉午安 他說今天沒人理他 然後我們很多粉絲寶寶們 就開始來問候 聊天室網友真的很有愛 來 哪個蔡蘿是曹字頭的蘿 然後麗也是一個曹字頭的麗 來 大家刷一排蔡蘿莉午安 聊天室裡頭真的我們都有在看 再來我們回到選舉的議題 他要出來選 我們來看民進黨立委何欣淳 他現在在國會要腳立庭之下 宣布要選 選哪裡呢 台中市長 沒錯 他真的要出來選台中市長了 要跟燕子市長PK 他說他一定會比盧秀燕做得更好 希望得到蔡英文的青睞 但是同樣是心系 蔡奇倉也想出來選 他大算不是誰開的記者會比較多場 黨就會徵招誰 看來民進黨自己內部也敲不太頂 何欣淳中講了大白話 就是要選 而且對手就鎖定盧秀燕 我想從基層來講 要參選台中市長 我是最適合的人 盧秀燕號稱媽媽市長 我也不遑多攘 而且我可以做得比他更多 做得比他更好 明明知道政召提名權在蔡英文受傷 但是連黨部主委都來了 這用意不言而喻 我今天正式來表態 希望能夠獲得蔡英文主席的青睞 能夠清點我 振兆我 我們要挺有決心 能夠來選市長能夠贏的人 在黨內屬於新潮流系的何欣淳 旁邊站的居然都是政國會系統的右腳 看來是把林佳龍的子弟兵 王毅川當成空氣 順便倒打同志蔡奇倉一把 黨需要我 我都願意承擔 我也會奮戰到底 而且我也相信我有機會可以勝選 那我不會做任何的動作 因為我覺得我的態度講清楚 其實黨知道就可以了 那現在這些大動作 都會給主席帶來困擾 誰開了多場記者會 黨就徵召誰 所以我不這樣覺得 蔡副院長想太多了 那我今天的記者會也只是表態 沒有要增加任何的困擾 蔡奇倉來個回馬槍 暗奉不是宣布就能被提名 新潮流自己先往內互打 政國會的這一招是擺個動作 還是裂解新潮流 民進黨在台中市的佈局 從何欣淳 蔡奇倉 甚至是前台中市交通局長王毅川 都讓民進黨內再現一波排氣大戰 在台北 台中 綜合報導 我們在防疫的部分跟參選 怎麼會混在一起呢 衛福部長誠實中 到底有沒有要出來選台北市長呢 有高層說 他現在感覺已經在選了 疫情延燒是否進退兩難呢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徐曉星就直言了 陳時中從隔離政策到疫苗 政策都雙標 現在的狀態是心不在焉 還是疫苗理由薄呢 他說陳時中應該要成立一個鐘錶行 把壞掉的時鐘修一下 其實我認為陳時中 就四個字 心不在焉 你可以看到這兩三天以來 他講了多多的金句 然後製造了多多的防疫困擾跟麻煩 可是巧欣 我就打斷妳 他怎麼能心不在焉 現在疫情爆成這樣 跟董哥說搞不好明天一千五了 接下來沒多久破萬了 因為他早就已經像董哥剛剛講的 想要去選台北市長 他以為說這個事情 反正現在就共存嘛 然後數字很高 大家也不會在意 糊弄一下就過去了 有人罵我們在塔綠班一起去攻擊 他這不就沒事了嗎 但沒想到大家還是 就是對於疫情是相當在意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最需要 就是成立一個鐘錶行 把這個壞掉的時鐘給他維修一下 因為這個時鐘的發條 時景時松 就跟他的政策一樣 現在大家最詬病的 就是現在政府的政策 雙重標準也就算了 這個前後不一 陳時中就是一個疫苗理由博 我整理出來 他從2021年 我們要買疫苗的時候 2021他說什麼 BNT進來的時間 如果比莫德納晚 就沒辦法接受 復必他就是在中國代工的 疫苗現在就是買不到 我幾乎敢這樣講 但我也不敢完全否認 有人買得到 全台灣比我急得不超過十個 年輕人忍耐一下 我三天就會夢到一次 無法保證疫苗什麼時候來 全民打兩劑是不可能的任務 也不是等不到 是時候還沒到 這是2021年 今年又來一次 就是你看他現在講的話 就是去年就講過的 他說什麼呢 合約草本送出 但現在還沒有得到回覆 不敢期望 談判有兩個多月 每天都有新的小問題 可是他在今年1月的時候說 前兩週跟BNT德國常討論 採購量落在1000萬劑 然後郭台銘說希望幫忙捐 郭台銘希望幫忙協調 他說總不能一直叫私人來捐 我們有錢我們自己買 還說郭台銘很有心 但今年比較沒有疫苗需求 所以你發現了嗎 這個時鐘幾乎是滿口謊言 1月說的跟4月說的完全不一樣 而且2021年他就這麼幹了 所以我覺得徐小可說 他是冷宵微 完全不是侮辱新的語言 冷宵微根據教育部閩南語詞典 就是在講說你胡說八道 說真的陳時中不就在胡扯 有什麼好怕人講的 好 那民進黨自己現在內部 是不是也瞧不攏 民進黨的新潮流跟勇言會之爭 延續到了高雄市黨部主委的選舉登記 18號開放登記 已經派人林表的新席立委許智傑 對上現在勇言會的趙天麟 許智傑說相信市長陳其邁的智慧 會協調出大家都能夠接受的人選 我想市長有協調 那我們跟市長也有共識 那原則上將來的原則就是 黨務重力 派系共治 公平輔選 那我們相信市長的智慧 敬拜協調的結果 但我覺得如果講派系話 好像也有耳聞聽到說什麼 他們就是比較想要排除新潮流 或是像勇言會 真的有這樣說嗎 我想這個我們跟市長已經有共識 就後續就是相信市長可以協調出 我們都可以接受的人選 但是委員你當初是領票的時候 其實考檔也是希望說 新的高雄市黨部主委 他應該要做到什麼樣的條件 對 就是我剛才講的 其實黨務重力派系共治 公平輔選 然後讓市長連任可以高票 也讓議會可以過半 這是我們一致的原則 黨部的選舉跟這個 所謂一般我們現在看到的 黨內初選的這個議員選舉 其實他都是跟地方性比較有關 那因為像我是在台北 對 所有的戶籍在台北 那麼在這個部分 其實我沒有什麼太多的資訊跟了解 因為這個必須是要在高雄市 涉及的黨員才可以參與這個選舉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還原之後 它是還原成水的 所以對人體 包含孕婦對兒童都沒有影響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幾千次 好幾保育次都沒有問題 很好奇在哪裡買吧 直接上快點購取